試一下,我抓那個台南市的資料是OK的 可是抓台北市的是不OK 很奇怪,為什麼學校剛好只有封鎖台北市 因為我剛剛把那個改一下,改成什麼的 比如說我剛剛抓的時候 我就抓台北市我就不抓了 因為台北市它那個平台好像被封鎖 所以我就改抓什麼 抓那個台南的 就是一樣是找竊道 竊道最下面,或者你們可以找別的 反正只要,可能學校你在別的地方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台南的這個連結,我是把它改這一個 這邊有個檢視啊,比如說我想要抓的是這個資料 那它這邊就會出現一個連結 OK,不過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抓下來,你會看一下編碼方式 它UTF8對不對 那UTF8的話呢 記得我剛剛講的,你一定要把它改成這個65001 OK,如果你沒有改65001的話 那下載下來的資料就會是錯誤的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網址複製 然後複製貼到哪裡呢 基本上就直接貼到我們剛剛的那個 就是這一段 你就把這個複製之後的話 直接就貼到,如果你用剛剛那個範例來做的話 那基本上我把這些先刪除好了 那你可以先開一個 空白的工作表 測試一下 然後把那個網址貼到哪裡呢 你基本上要貼到這個位置 記得喔,這比較容易出錯喔 所以記得要小心一點 這個地方 就是放在那個TES的分號後面 跟那個後雙引號的中間貼上就可以了 那只要沒貼錯,理論上應該 下載就不太容易出錯 可是如果這樣呢 你看到,如果你假設 程式卡在refresh,那表示你那個網址應該有貼錯 因為常常有同學 錯都錯在這裡啦 其他地方 那原來的那個 這個Pattern Form 如果是950的話 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950 你會發現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當然因為這個地方 不需要插入兩欄 因為這個格式不一樣 所以我把後面這三行 前面加單引號註解掉 或甚至你把它刪掉都沒關係啦 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它本來就長這樣 很精簡的 這個 那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以後如果要下載網路資料 就是這樣子而已啦 OK,把它下載 執行的話你會發現 一執行 我就直接 游標放在這個程式中間 然後一run之後的話 refresh 如果出錯的話 那表示這個地方 有問題 那問題出在哪裡 這也是常常同學 你講說老師你剛剛不是貼的嗎 那為什麼出錯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看就應該就知道錯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什麼 空白對不對 也就是說 城市裡面不能多一些東西 少一點都不行 空白不行 空白也是算是自圓 所以記得啦 假如出錯的話沒關係 你就把這個空白delete掉 記得好像這個也是 之前的同學問到一模一樣的問題 把它delete掉 那再來把它停止 OK 停止的話就重新設定 再重run一下 你會發現就OK了 但是下來的東西 完全是亂嘛 為什麼呢 剛剛有提到 有沒有 也就是說 如果950 那就是big5 或者叫ansi 反正 非utl8就對了 如果你看到是utl8的話 你就把它改65001就可以了 OK 直接再run一下 下來的東西就OK了 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呢 你就不需要說像以前的做法 我們一定要是點下去資料下載 下載再把它開起來 那如果它資料更新 你又重來一次 那會非常麻煩 那這樣的方式 等於是把資料爬過來 那未來如果到 不管公家機關 或者企業也是一樣 企業很多時候 人家提供給你一個連結 那以後的話你就透過這個連結就把資料取得就可以了 那取得之後就把它塞到Excel就OK了 你就不需要說 人家給你一個連結 然後你每次都下載 下載要開起來 那如果裡面有做了一些東西 你要重來一遍 那當然就相當麻煩 OK 程式 蠻 單純的 實際上呢 就只有這樣子 所以特別注意 關鍵就是在那個with到endwith 就是這一段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基本上試過很多地方應該都OK 只要不要是像剛剛那個台北市的資料平台 被學校給封鎖 不知道為什麼 學校一定要封鎖這個 那 應該是可以在自己電腦設定 不過這個可能要找一下 我剛剛找了一下 發現那個設定還非常非常麻煩 算了OK 那也許啦 不然我們就 這個 下載部分的話 我們就利用那個 其他的資料 你們只要使用 也許你們待會試試看 使用那個非台北市政府的資料 應該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會發現裡面一堆 新竹的應該OK 其實做法也是一樣 你就找到什麼 CSV的連結 OK 比較保險的做法你可以先下載看看 把這個連結貼上去 這邊是UTF8 所以你要記得 UTF8 其實理論上 這個 點擊OK的話 那表示沒問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你們可以再 試一下 別的那種 連結試看 我剛剛試了一下 好像就台北市政府的那個 開放平台被封鎖 其他好像都沒問題 好